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树蛙与狐狸猫分别将三右八分之二合 和二右八分之三合冰砖 倒进果汁机搅拌 你知道谁家的冰砖比较多吗 观察三右八分之二跟二右八分之三 我们可以先比较整数的部分 就会发现三合比二合多 所以三右八分之二大于二右八分之三 记作三右八分之二大于二右八分之三 我家的冰砖比较多 原来如此 小树啊 如果我一开始使用三右八分之三合葡萄冰砖 哪一种冰砖比较多呢 如果三右八分之二与三右八分之三要比大小时 先比整数 当整数一样都是三十 再比真分数的部分 八分之三比八分之二大 所以三右八分之二小于三右八分之三 记作三右八分之二小于三右八分之三 小朋友换你练习比大小 在空格填入大于小于或等于八 六右四分之三和七右四分之一 答案为小于 先比较整数部分 六小于七 所以六右四分之三 小于七右四分之一 空格须填入小于 哇 好香啊 曲奇饼刚刚烤好咯 水果冰沙配上曲奇饼当作下午茶点心吧 你们帮忙将饼干分装到袋子里 隔天就可以带到学校与同学分享哦 每袋可以装五块曲奇饼 狐狸猫和小树蛙分别装了 二右五分之三袋与五分之十九袋 谁装的比较多呢 我先把带分数换成假分数再比较 二右五分之三是二又五分之三袋 二右五分之三是五乘以二加三等于十三 也就是五分之三也就是五分之三袋 五分之十三比五分之十九小 小树蛙装比较多袋 我也来试试看 我也来试试看 把假分数换成代分数再比较 十五个五分之一代是三袋 十五等于四 五分之十九袋就是三又五分之四袋 也可以用除法来计算 把十九除以五 会得到三代并且剩下四个五分之一代 我们把它写成代分数 把三放在整数位置 五放在分母 余数四放在分子 会得到三又五分之四 观察代分数的整数 三大于二 所以二又五分之三 小于三又五分之四 也就是说 二又五分之三 小于五分之十九 小树蛙装比较多袋 比大小 在框框填入大于 小于或等于八 十分之二十七 和二又十分之七 答案为等于 方法一 把代分数换成甲分数再比较 二又十分之七 等于十分之二十七 十分之二十七 等于十分之二十七 方法二 把甲分数换成代分数 再来比较 十分之二十七 等于二又十分之七 二又十分之七 等于二又十分之七 因此空格填入等于 今天学习了代分数 和甲分数的大小比较 我们再复习一遍吧 一 当两个代分数要比大小 我们可以先观察两者的整数部分 如果整数比较大 代分数就比较大 如果整数相同 就要比剩下的真分数 二 如果遇到代分数与甲分数 要做大小比较 可以把代分数换成甲分数 或是把甲分数换成代分数 再依序比较整数 和真分数的部分哦